另外一個相關概念 叫不准你傷心的GIS 為什麼不准你傷心 好你又不知道 歡迎來到理財固有色 你投資的好朋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瑩 我們今天再度邀請到了 交易戰士DK 大家好我是DK 哇老師很久沒有來了耶 哎你還敢講你第一次來 我是今天第一次主持 上次點閱率這麼高啊 突破了兩萬次 這麼久沒有邀請我 我想說奇怪 我表現得應該不差 這節目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我們 沒有問題啊是不是 大家輪流 大家輪流啦 我聽說今天大家對這個 最近的盤勢啊都有一點 讓大家做一個解答 來看看今天方瑩幫我們準備什麼節目 好首先就是要問到台積電 昨天台股由台積電鴻海領軍 大漲了321點 收在23878點 再創新高 那大家在恭喜發財的同時呢 也不得不居安思維 像今天就很震盪啊 那小股東們究竟該 繼續報警處理 還是見好就收 趁機畢業下車呢 那空手的人還能不能進場呢 方瑩第一次來喔 你不要那麼緊張 你放輕鬆一點 好 你速度放慢 你聽得那麼快 投資人根本聽不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這個 台積電鴻海領軍 創了321點 昨天收了個新高 對 老實說為什麼叫交易戰士 BK剛剛站回來 這個盤是上下震盪超過400點 對 400多點 非常的刺激喔 是 這個 中小型股 這個東倒西外 台積電鴻海 再創新高嘛 今天最高 封海有來到234.5 對 大家在想這個台積電 是不是可以再買喔 我在想說 以前我有聊過這個台積電啊 不是拿來操作的 為什麼 我常講一個 不能說玩笑話 我10塊也不賣 我2000塊我也不賣 為什麼 它就是指數的控盤者 它是拿來讓你存的 那我就覺得 很常常告訴投資朋友 要把這個視野放開 我們台積電就當老大哥 帶著走 保護著我們做其他的股票 那當然如果大家問說 那台積電未來的目標價 看多少 你知道現在最接近哪一個 全職股拿後 它不是剛站上千元嗎 對 其實我覺得它離聯發科 有一點近 大概1400多 如果說我們台積電上來 就要馬上下來 那幹嘛上去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就覺得說 然後我們慢慢的 我們以這兩個 我們當賽跑 看能不能往那邊前進 好 好再來就是大家好奇 在台積電躍升千金股之後呢 股段因為不斷創高 帶來大量的賣壓 因此不少人選擇 在這時候獲利了解 但反觀同屬於 平蓋股的二哥鴻海 雖然它的股價也在高檔爭議 但是卻吸引到 萬民的股民強勁 那為什麼差距這麼大呢 差距很大喔 講到這個鴻海 DK的節目啊 下午的節目 每天都講鴻海 你有沒有看 有 你真的有看 好 我相信你 鴻海啊 我都給他一個價錢 200塊的時候 我叫他魔力鴻 什麼叫魔力鴻 大家一直想要在這附近切進去 結果最低來到這個203.5 啪 他就上去了 然後我每天都跟大家 股民說啊 這個我們不要那麼貪心 他給我們的鼓勵股息 我們讓他 他資本力的給我們很多 鼓勵股息 你雖然沒有一次填完 你說五天才把他填掉對不對 對 說實在我一路都稱讚他 我說大牛不要動來動去 你看今天 這兩天昨天動今天動 是不是昨天中小型谷 震盪的很厲害 對 錢都飛走 為什麼會飛到他們身上 對 都 灰塵都起來了嘛 那你說鴻海 接下來之前我們錄節目 有人喊五百 你還記得那個Doris 我那一集嗎 五百 我說先來兩百五 再來三百 再三百 你要按邏輯前進 現在終於接近快兩百五了 有沒有這個趨勢 有沒有正常的往前進 有嘛 對 那我們就繼續持單 往上看就好 下一關三百 三百 好啊 沒問題啊 你怎麼喊都可以 來 好剛剛有提到 紅海跟台積電 那他們其中有共同的身份 就是 蘋果手支的 Apple AI手機 iPhone16 即將亮相 第三季的iPhone新品 陸續進入拉貨的旺季 那全職股 台積電 紅海 以及大力光 都是走勢向上囉 那大力光 即將在11號 舉行第二季的法說會 下半年的展望該如何 還有什麼值得關注的 其他蘋果 蘋果股是很多啦 昨天有一檔漲平 叫TPK TPK中文是什麼 你又不知道 上次我問誰也不知道 TPK叫陳豪 陳豪 他也是一個標準的蘋果 他已經沉寂很久了 昨天居然掌明了 讓大家眼睛為止 大力光後天要開法說會 我在想他是不是 他昨天不是公上三千塊 以上 很久沒看到三字頭 他大女一樣昨天在動起來 我在想他可不可以帶動 這個低價位跟低機器的光學鏡頭 你看昨天那個亞光很強 對 大家有留意亞光 之前那個家裡有動起來 那還有好幾檔股票 例如純安它還沒開始動 那中陽光 紅海 半紅海的集團 對 也疊很久 AI的手機 iPhone 16 有此前有講 他不只是瓶蓋的合成 台積電工還是AI的合成 我們就持續的保持的 做這些供應鏈 我覺得也有很有利潤 很有商機 好 剛講到了紅海 那就不得不提到 紅海的除全息之路 哇 這個剛剛不是講了 對阿 可謂是一波三折 他是上週是不是慘遭貼心 慘遭的股東們心慌慌嘛 對不對 結果昨天一個跳空開高 終於順利在5個交易日之內 完成天息 還順便創下17年來的新稿 包含今天又是再度上工 看來實力依舊是不容小覷 那究竟老師怎麼看紅海後世 洪家軍又該留意誰呢 當然不容小覷 這紅海我都叫他大哥 台積電我叫他老大哥 這個昨天才填息完整 對沒錯 昨天跳空直接開 一填還全部填給你 資本利得加那個 息也不過也給你5塊息而已 是 一漲漲十幾塊 這樣投資人開心過癮 我真的恭喜你們 還不錯 重點是你要在裡面 我知道這一波下來 很多人紅海掉蛋 喔 他抱不住 抱不住也很正常 你賣一點也沒關係 但是你那個牡丹不要掉 是 那個牡丹可以幫你的成本一直壓低 讓他走很遠 假設有一天 紅海真的來到大家喊的價錢 什麼三百 對三百五百 五百 你覺得台股要幾萬元 欸這個讓大家想像力空間 有一點想像力空間 那台積如果去一千五 嗯 哇 我告訴你這個路還 直接變三萬 路還很長啊 你說看紅海的後世啊 我覺得洪家軍啊 表現都可圈可點 尤其最近都有動起來 就拿我剛剛講的TBK成宏 你知道另外一個相關概念 叫不准你傷心的GIS 我的節目都有待 嗯 你有看我節目 你就知道 為什麼 不准你傷心 他跌很久 最近的起色都有起來 那相關的還有所謂的 廣語 鄭達今天表現比較差 沒有關係 洪准二哥 我們拭目以待 好感謝DK老師今天精彩的分享 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收看老師的節目 以及加入老師的LINE 小老鼠DK525 還不趕快夾起來嗎 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們理財 固著客 下次再見 掰掰囉 掰掰